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局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被电子器件控制的人类失去了记忆 并且未恶毒公司服务 在找回记忆后奋力抵抗并获得胜利的故事 未来科技迅速发展 许多的电子器件被植入人类身体 并且控制着人类的意识与行动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 本华公司开展了2571计划 在98次反复实验后 生化人贝拉被完美地制造出来了 贝拉的身体曾被摧毁 留下的只有大脑 以至于她的记忆仅有一小部分 贝拉是一名能力出众的少佐 直接听命于政府 一天贝拉在执行任务时 发现高层聚会上 混入了几个带有杀意的歌姬 贝拉赶忙冲进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高层的大脑信息已经被传输出去 尽管领导极力反对 贝拉还是决定彻查这件事 贝拉潜入了歌姬的请因实力 希望获得一些信息 却被早一步控制了大脑 还好同事及时出手救回了贝拉 后来贝拉根据那天的线索 找到了一个酒吧 却在最后一刻 再一次被酒市套路 还导致自己的同事 失去了一双眼睛 之后酒市的屠杀越发过分 就连制造出贝拉的金博士 都差点遇到危险 可是这一次 酒市留下了一个 被自己控制的清洁工 贝拉通过清洁工与酒市 进行了交流 短短十几秒的对话过程中 技术人员就找到了酒市的位置 贝拉赶到时 发现原来酒市 拥有着一套完整的 属于自己的传输网络 这一次贝拉知道了 原来酒市是一个生化人的惨次品 酒市称 自己其实是在复仇 无数个人的无辜生命 才换来了完美的贝拉 而酒市 就是那批牺牲者中的幸存者 酒市还告诉贝拉 本华公司的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 还说在贝拉的潜意识里 有一部分一直被压制的建议 回去之后 贝拉找到金博士 疑问出了自己的身份 而此时 老板却要求金博士杀死贝拉 重新制造一个不会反抗的少佐 金博士在最后关头帮助了贝拉 而自己却被枪杀 贝拉在金博士给的提示下 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这时贝拉才想起来曾经的一切 原来贝拉和酒市 甚至更多的年轻人 由于不愿被板华公司 以及科技控制选择了逃跑 后来的他们 却成为了板华的首要目标 在多次残忍的试验后 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贝拉 贝拉将这件事 全部告诉了政府 而板华老板 为了维护自己的成果 派出了机械战架 贝拉不是她的对手 遇到了危险 还好政府及时出手 一切才得以平息 之后的贝拉 依旧为政府服务 只是她的重点 在于不允许任何公司 滥杀无辜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